周一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 在有關美中關係的視訊研討中 用中文發表演講 他指出中共打壓公民意識 控制疫情信息 導致民眾更勇敢的反抗 不揭露武漢疫情的公民記者失蹤了 包括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 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周一談到 眼科醫生李文亮因披露中共病毒疫情信息 遭到當局訓誡後 採取更大膽英勇舉措 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自身遭遇 受到全世界關注 當政府壓制有點勇氣的普通行為時 往往招致更大膽的英勇行為 過去的幾個月中 有許多人表現出道德和行動上的勇氣 當掌握特權的人脫離群眾 變得狹隘和自私 平民主義能使他們退縮或出局 這是一種動力 博明這篇演講 正知川普總統考慮對中共採取懲罰性措施 尋求疫情賠償之時 博明曾任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 親歷過薩斯疫情 妻子是病毒學家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之初 他最早推動川普總統取消來自中國大陸航班 並主導跨部門小組 反制中共散布虛假信息 模糊病毒起源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道